你好,我是Ava老师,今天我们要读一个故事叫 皮特猫,皮特猫,我爱我的脏鞋子,鞋子 皮特猫穿着新买的白鞋子,走在大街上 皮特猫太喜欢它的白鞋子了,它唱起了这样一首歌 我爱我的白鞋子,我爱我的白鞋子,我爱我的白鞋子 哎呀,糟糕,皮特踩到了一堆草莓 它的鞋子变成了什么颜色? 红色 皮特哭了吗? 不,他才不哭呢,他继续一边走,一边唱他的歌 我爱我的红鞋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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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,糟糕 皮特踩到了一大堆蓝莓 哎呀,他的鞋子变成了什么颜色呢? 蓝色 皮特哭了吗? 不,他才不哭呢,他继续一边走,一边唱他的歌 我爱我的红鞋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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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,糟糕 皮特踩到了一大堆烂泥 烂泥 他的鞋子变成了什么颜色呢? 棕色 皮特哭了吗? 不,他才不哭呢 他继续一边走,一边唱他的歌 我爱我的红鞋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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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,糟糕 皮特踩到了一盆水 所有的棕色 棕色 所有的蓝色 所有的红色 都被洗掉了 他的鞋子又变成了什么颜色了? 白色 可是 他们 湿漉漉的 皮特哭了吗? 不 他才不哭呢 他继续一边走 一边唱 他的歌 我爱我的红鞋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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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皮特的故事告诉我们 不管你踩到了什么 继续往前走 继续唱你的歌 因为 不管怎样 高兴就好 Thank you for watching 谢谢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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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